从明朝建造至今有六百年历史的古地城隍庙 承袭了台湾传统庙宇的建筑工法 经历了寇贼及战火无情的摧毁 于清朝末年献址重建 八零年代初期 县政府拆除原本的木造建筑 改用钢筋水泥 兼具传统闽南两镜式建筑 并于庙前增建庙城与戏台 每年农历的五月为城隍爷绕境游行 村民们用最虔诚的心 祈求全家平安幸福 为当地著名的宗教活动 到此旅游时 除了参加绕境游行的仪式外 不妨在庙门口 体会心灵宁静之美 我一定要注意 我最后就会参加绝望 准备 我们耶税 能来日子